嗨 接着我上集来继续说天使岛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使岛的东北角的移民中心 一看见铁丝网和这个大门 我的心情立刻就沉重下来 就在这里一百多年前 美国移民局完成了大概有一百万移民的甄选工作 其中我们华人就占17.5万人 回想一下那个时代我们中国在干什么呢 是清朝末期 也就是军阀混战时期 男人们还留着大长辫子呢 女人的还裹小脚呢 将近20万移民 他们来自中国哪里 为什么要移民到美国 这段历史在我小的时候 怎么没有读过很多资料呢 到了这里看见了数字 我才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了一跳 这里的指示牌呢 都是中英文的 作为一名华人 我的心灵还是震撼的 看见前面的墓碑 这是后人留下的 那么很多房子都倒了 现存的呢 也就这么几座 跟温新的青春 通过你说这些任何人 不见识 之一 你别理想 当时就是 这是移民墙 是华人的后代为祖先们立的碑 17.5万移民能够生存下来 家族能延续下来的寥寥无几 从1848年在加州发现了金子之后 华人就已经有移民到美国来淘金的了 那是第一代华人移民 后来修铁路 美国的公司到了香港 然后到了广东招工 大批的华人劳工又到美国修铁路 大概在186几年 那现在呢 他们的后代已经延续到了第六代第七代了 天使岛最早的居民呢 就是土著的印第安人了 这里有说明 不过我们还要看看前面这座钟 这座钟铸造在1910年 也就是移民局移到了天使岛 他们就有这么一座钟 这座钟呢 是当时岛上的时间表 敲钟吃饭 敲钟睡觉 所以这个岛呢 并不像我们现在看的像度假圣地 那个时候就是一座临时的居留所 没有自由在这里 那很多人要问呢 为什么美国要把我们东方亚洲的移民 先放在这个岛上隔离 才允许进入美国大陆呢 因为疫情三年 你就可以明白了 当时有卫生的条件 另外一个还是一种民族的歧视 当时的移民来到这里都是坐船 一坐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那么他们检查身体 发现有疾病的移民 就会把你隔离 怕传染疾病 另外呢 他们也是争选一些身体健壮的劳动力 早早地移入到美国 因为当时美国正在蓬勃发展时期 在这里的移民呢 多数都是他们的丈夫啊 或先被先到美国了 然后他们家属才以后期移民来 那么母亲和孩子 以及丈夫 到这里是不能在一起居住的 都是分离的 甚至母亲和孩子都是分离的 亚洲人和欧洲人绝对是分开的 在这里呢 历史呢 是一种屈辱的历史 同时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无论在哪里 哪里生活好 就是老百姓奔向的地方 许多移民们被拘谨在这个岛上 审查和询问 从几天到两年以上不等 在移民站大概有30%的华人移民 被直接遣返回中国 到了1940年 天使岛移民站发生大火 而弃用了 我们都知道的 排华法案被正式取消 在1943年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在哪里生活好 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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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东西 本想进去再录一下 当时移民的生活条件 可惜来得太晚了 工作人员不允许我们进入了 眼前铁丝网维的这个小院 仅允许华仪和日仪男性移民在这里活动 在这里妇女和儿童相对自由一些 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房子 你真的不知道 这原来是历史的遗迹 是移民营 可贵的是我们现代文明人 还是敢面对这段历史 公开了这段历史 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历史的见证 年年月月花香是岁岁年年人不同 我们就要离开天使岛了 这次周末旅行的目的地我们也看完了 无论在国内和国外的华人们 都要珍惜当今的来自不易的生活 和国外的华人们 告达